欢迎来到麦洞大运河湖州站 我是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韩丽 金航大运河从杭州启程 行数十里路就到了我们湖州 虽然说它流经湖州的距离不是很长 但是对于湖州的丝绸文化 园林文化 茶文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湖州独特的运河文化也就由此而生了 今天我们沿着运河而上去体验 不一样的运河文化吧 新式古镇和网如枝 水淹没没 纵横的西塘穿街傍逝 西上众桥飞跨 塘畔绿树成荫 新式古镇堪称为古老之盛 水香之美 而面对它许多文化的根植 更令古镇深色许多 浙江作为天下文人默克汇聚的地方 留下了很多会智人口的诗词文章 那我现在来到的第一个大卡点就是我身旁的这个德青大运河诗路文化数字体验馆 走进里面你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体验不一样的诗画江南 馆内将油子文化与运河文化相结合 从诗 田 水 山 琴 五重诗意画境 用最前沿的展示技术呈现了最传统的诗路文化 打造了诗意唯美的诗歌元宇宙 最早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轻工的机械厂 是一个老厂房 那么通过我们对这个历史文化的发掘 我们来打造了这么一个诗物场馆 这个场馆也是坐落在这个大运河畔 那么我们也是深挖运河的历史文化 明选了近代知名史上的400位诗人 749所诗词来打造的这个五大场景 这里就是我今天来的第二站 这家博物馆走进去你就可以让你一秒穿越千年 去到繁华的宋代江南 寻宋人品宋物 感受宋朝的风雅生活 走吧 跟我一起去体验一场奇妙之旅 博物馆处处彰显着对历史与文化的尊重和热爱 在这里除了可以近距离观赏120余件藏品 感受到南宋的市井烟火器之外 你还可以沉浸式地体验一把宋人的风雅生活 点茶这一门艺术呢是来源于我们宋的 现在就模拟的是我们宋氏的一种生活 好 让我们开始来点茶 好 府情焚香 时光在这里悠悠而过 或许你会懂了那句 如果可以选择一个朝代穿越 我会去宋朝 在博物馆里还有一处考古体验区 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化身考古队员 沉浸式的体验 文物出土时的感觉 小朋友们 你们挖到了什么呀 挖到了碗 我挖到了杯子 让我看一下 宋运千年历久彌星 各种各样的体验活动 让我们仿佛回到了千年之前 享受在这个运河流经的江南小镇的 宁静与现世 南巡 南巡凭见丝绸名扬海外 那来到南巡古镇的话 我身后的这个吉利胡斯馆 一定要来打卡 南巡自古以来便在国内生丝市场 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如此繁盛的蚕丝业务 让这里出了一大批 以丝绸为名的山谷巨富 尤其到了清末明初 这里的丝绸业务达到了巅峰 南巡北区 有一条古运河叫迪唐故道 它是直连我们南巡 这边金航大运河的 南巡人凭借这边的水路交通便利 把当地产的吉利胡斯 通过水运运到了上海十六部码头 靠这一根丝呢 牵出了这边的财富神话 出了吉利胡斯博物馆 顺着水路的西侧一路 前行大概十分钟就到了小莲庄 这是南巡古镇最能体现园林文化的地方 沿着河边的石板路漫步 平台楼械和唐月色 清风拂来了鱼系连夜的江南温婉风情 运河流经千年 承载着历史和文明的脉络 虽然如今的运河 已不再是主要的交通枢纽 但它却以另一种姿态存在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条河流 它连接了城市与城市 它滋养了一方土地与百姓 运河文化是会在历史的长河里 永远地流淌下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